摩托车它居然有三个轮子 在路上回头率拉满 天若友情是上个世纪的经典港片 里面滑载其摩托的萨爽画面 吸引了无数年轻人跟风 那么作为一辆摩托车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优越的性能强大的马力自然不必说了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拉风的外形 而著名的日本企业亚马哈公司 前几年研发了一款格外炫酷的摩托车 接着它出行回头率百分百 那么这款摩托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凭什么被称为亚马哈的巅峰制作 这款摩托叫NIKEN 它采用了倒三轮的设计 两个前轮之间的间距达到了410毫米 而且为了适应两个车轮 NIKEN的车头改成了更大的结构 所以从整体外形上看 NIKEN像是一个叙事待发的猛兽 有着无限的张力 也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当然亚马哈旗下的产品 颜值向来都很高 仅凭着外形就想成为巅峰制作 似乎是有些难度的 NIKEN出彩的地方 远不止它炫酷的外形 在性能方面也有优点 三个轮子的设计 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眼球 从稳定性来说 双前轮的设计会更加稳定 在高速过弯的时候更安全一些 而且虽然比普通摩托车多了一个前轮 但是NIKEN并不能自我平衡步道 所以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骑手依旧需要保持直立 并且控制好平衡 而且NIKEN并不轻盈 他的车身重量达到了263公斤 比他的兄弟车型MT-09 重了几十公斤 这个重量一般人都未必能扶得动 更别说是驾驭他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更多的摩托爱好者 希望能够征服NIKEN 而且在真实的体验过了NIKEN后 体验者也表示 虽然他的车重听起来很可怕 但在扶车的时候 感觉却很轻盈 此外在跨坐上去以后 如果是正常的坐姿 骑手是看不见两个前轮的 在潮湿的弯曲路段 正常来说是需要减速的 但骑手故意维持了元速通过 出乎意料的是 在NIKEN上 他丝毫都没有感到不安 所以不管是恶劣路况 还是潮湿路面 骑着NIKEN都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有看过摩托车比赛的小伙伴都知道 摩托车在急速行驶或者过弯的时候 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倾斜 但是NIKEN的双轮设计 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过弯性能 据体验者清口所说 NIKEN的过弯性能 甚至比一般的摩托车还要强 因为一般的摩托车 在转圈倾斜的时候 就会出现联动自主转向的现象 如果骑手在这个时候 把转手打到底 就会让车身轻角变得太过 从而产生安全隐患 但如果是NIKEN的话 就算已经把手转到某个极限程度 但其实如果想要继续倾斜车身的话 也只会感觉到前轮很快地转向内侧 然后车子一口气就弯过去了 甚至它可以在转弯倾斜的时候进行加速 也不会出现翻车的情况 听起来实在是胖极了 这款摩托车的售价 目前大概在11万左右 在摩托车里 大概是一个中等左右的价格 但如果考虑到关税手续费等 全部价格在30多万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购买一辆还不错的汽车了 所以除了摩托车发烧友和不差钱的土豪 应该大多数人都舍不得吧 好看